就算我喜欢雪儿姐姐又怎么样 雪儿姐姐不喜欢二哥 不代表不喜欢我 童春景听这话就不高兴了 雪儿都看不上他 还能看上他 孔蜜雪 童家这几个傻子 你看上哪一个了 还是你哪一个都没看上 童春景脸色尴尬 童话 你在胡说什么 这是能说这些事的场合 你才是傻子 你全家都是傻子 童春景脸色一黑 一个老疯子过去 打得童春树爆头乱跳 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和你不一样 我才不是你这种人 我是哪一种人 你又是哪一种人 孔蜜雪呼吸紧祸 愤怒地咬牙道 你不知廉耻 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些话 我敢问出来 你敢回答吗 童春树期待地看着他 希望他能说实话 他对他不是没有男女之情的 童春景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当年他直接拒绝了他 现在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小树 难道他还真的对小树 有些特殊的感情 孔蜜雪涨红着脸 小树 你难道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吗 童老四 你个大傻子 雪儿姐姐 你告诉他 你喜欢谁 你是不是喜欢我 天啊 谁给他的自信了 谁跟他说过我喜欢他 小树 你看看这儿是什么场合 孔蜜雪咬牙提醒道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这是在人前能说的吗 也不怕被人去举报 在场的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谁心里没有一点风花学悦 现在政策鼓励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你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有什么不能说的 难不成你还想骑旅找马 边找边看 孔蜜雪的脸皮子都被童话给揭了 童话 虽然我也看不上 童家这几个被你玩弄在鼓掌之间的傻子 但你这种玩弄人感情的女人 我更看不上 童春景一阵人命 她好像是被妹妹维护了 但又好像是被骂了 童春树心里不禁咒骂 你才是傻子 你全家都是傻子 孔蜜雪羞愤欲绝 她看向童春景 大大的眼里盛满了委屈与无助 正常情况下 童春景会给她出头 二傻子 你闭嘴 你难道不想让四傻子看清楚 想清楚 你还想她跟你一样 陷在里头 然后当她一辈子的鹰生虫 童话 你有完没完 谁是四傻子 我要是四傻子 你就是三傻子 童春景会给你老四这个智商 雪儿 你告诉老四吧 孔蜜雪脸色难看 她怎么能帮童话 二哥 看来你是喜欢童老四了 不然不会这么说不出口 就像童四傻子说的 你大三抱金砖 他不嫌弃你 就当是抱了一块银砖 周围的人一半以上的人都能看出来 童话是在激孔蜜雪 我没有 我只是把她当弟弟看待 雪儿姐姐 你只是把我当弟弟看 孔蜜雪心中老和羞愤 但现在她肯定要和童春树分清楚关系 否则后果难料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在我眼里就像是亲弟弟一样 童春树看了看童话 又看了看孔蜜雪 可是我有姐 多一个姐姐不好吗 我从小和你们一块长大 在我眼里 童大哥就是我的亲大哥 童二哥就是我的亲二哥 你就是我的亲弟弟 童春树脸色难看 当然不好 她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 对雪儿姐姐是特殊的 她明明对她最是温柔 好了 说清楚就好了 事情也都弄清楚了 顾金月 顾叔叔给我的包裹呢 顾金月现在情况好多了 她看着童话 想从她的眼里 找出一点对她的感情来 顾金月 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 顾金月回过时 心中比黄脸还看向孔蜜雪 示意她把东西拿出来 孔蜜雪气得不行 她今天被童话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被童话羞辱嘲讽还不够 她还要把东西还给的话 顾哥哥 这东西是顾叔叔给你的 你已经给了我 你要是再想给童话 怕是不合适吧 我回头会再想办法给你准备 顾蜜雪摇头 顾哥哥 我就喜欢这一套 这话顾蜜雪没有说谎 顾丝准备的这套过冬的东西 绝对比他们自己准备的品质好得多 顾金月现在对童话心理都是愧疚 给童话 顾蜜雪脑子嗡嗡作响 她都说她喜欢了 她居然还让她给童话 顾哥哥 我身体不好 我说给童话 顾蜜雪心中的回忆 像是潮水一般墨顶涌 伤心欲绝地看着她 东西给童话 我保证会再给你准备一套 就算要赔她的包裹 也没必要非要把这一套赔给她 就不能再给她准备一套嘛 你已经给我的东西 顾哥哥 你真要往回收吗 你这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顾金月见顾蜜雪 哭哭啼啼啼 十分委屈的样子 有些烦躁 又有些给出去的东西 再要回来 确实不妥 孔蜜雪见顾金月动摇 立即对童话说道 包裹是我们弄丢的 你放心 我们会赔 但顾叔叔给的东西 我不能给你 既然你和顾哥哥已经退婚 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俩就不应该再有这些 偶断私长的关联 顾叔叔给我的东西 哪怕是一双袜子 你也休想留下来 孔蜜雪冷笑 眼底暗色翻涌 顾叔叔是顾哥哥的青小叔 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给你几分脸面 都是看在顾哥哥的面子上 你这么瞧不上顾哥哥 欺他 骂他 你有本事别占他的便宜 别利用他的身份去攀顾叔叔 没有顾哥哥 你以为你在顾叔叔面前 又算什么东西 顾金月没想到 今天孔蜜雪情绪这么激动 雪儿 你不要说了 这时顾四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他没有用顾金月的身份 攀我的关系 他是我认可的小辈 小 小说 在场的知情们 蹭得一下子都反应过来 顾社长 顾社长 稀稀拉拉的招呼之后 一溜的赶紧 搬起吃瓜的小凳子跑了 顾金月赶紧把他小叔 带进了屋子 说说吧 怎么回事 顾思来的时候 只听到了一小段 并没有听全乎了 小说 我 你什么 我之前从您那儿 要了一套过冬的棉被之类的东西 是我让你交给童话的 过冬棉被和棉袄 东西给了吗 顾金月下意识地看向童话 触及他无动于衷 冷然相望的眼神 他颓然地收回目光 我还没有给他 为什么不给他 孔蜜雪脑子里 发出一阵紊乱的冥想 眼底暗色翻涌 他算是听出来了 顾思是来给童话出头的 童话来知青点之前 怕是已经给顾思报了信 该死的贱人 这贱人和顾思之间 肯定是有什么贱不得人的干系 顾叔叔 童话和顾哥哥不是未婚夫妻关系了 他们已经退婚了 您这么庇护照顾童话 是因为什么呢 我看您对顾哥哥都没怎么关照 为什么您要去关照一个退了婚的前职席 孔蜜雪 这是我的私事 和你无关 孔蜜雪不怕顾金月生气 也不怕顾金月发唬 他固执地看着顾思 你是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话 顾金月的结婚对象 顾金月急忙撇清干系 他不是 孔蜜雪心中羞呢 笨得几乎咬碎了后槽牙 这和我问您的问题有关系吗 这是顾家的事 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你算什么东西 跑到我面前指手画脚 我关照谁 照顾谁 用得着跟你解释 顾金月神色震惊 小叔走的是仕途 不说平时谨小慎微 但言行方面还是极为克制的 他还从未听小叔当人面说过这么难听的话 我不知道童话在顾叔叔面前说了什么 但我问心无愧 小叔 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顾思打断他的话 东西呢 雪儿 把东西拿出来 给童话 我给他也可以 我也不是占人便宜的人 但我有个问题要问顾叔叔 我的东西 我要给谁 就给谁 雪儿 你怎么回事 快把东西给童话 孔蜜雪心中奋物之急 童话说他下乡是因为顾哥哥的父母逼的 我听说当时顾叔叔也在场 我想问问您 童话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